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花生作为一种常见的坚果 被广泛应用于烹饪、零食和食品加工中 人们在食用花生时,经常会面临一个选择 是吃生花生还是熟花生呢? 今天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探讨 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生花生和熟花生之间的区别 以及对健康的影响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一,花生是发物吗? 花生不是发物 一般来说,吃花生是不会加重或引发疾病的 但有些人对花生过敏,所以不能吃 当吃花生时会得蕁麻疹 有些人会气喘,甚至窒息 这是因为它对花生里面的成分 过敏、发物是中国传统食疗学 还有民间认为的一类食品 这类食品就是对人体的健康 特别是人在患疾病的时候 有加重病情的作用 那么第二,经常吃花生 这四个好处都是你的 错过就太可惜了 一,促进大脑健康 据了解,平时适当的进食花生 能够提高智力 对大脑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花生中含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 这些氨基酸获取充足 对脑细胞发育有促进作用 在大脑功能能够提高 记忆能力、思维能力都可以提高 促进智力的发展 因此,想要维持大脑健康状态 平时,我们可以每天吃上一小把的花生 能够获取里面多种的营养物质 二,润肺止咳的效果 花生有很好的润肺止咳功效 很多人身上有顽固的气喘病 一到季节转变的时候 咳个不停 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同时 我们可以在食物中选择适合的花生来辅助治疗 花生里面含有丰富的脂肪油 而这些脂肪油能达到润肺和止咳的能力 虽然它润肺止咳效果比较好 但是不能够完全依靠花生来治病哦 还是要去医院听从医生的指导 花生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三,控制食欲 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膳食纤维 如果每天吃上一小把的花生 能够增强人体的饱腹感 提高人的 提高人的饱腹感 就可以使人整体的热量得到一定的控制 吃饭的时候就能够少吃一些了 这样能够控制其他食物的摄入 所以减肥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去吃一些花生 但是吃花生是一定要控制好量的 吃多了反而会涨胖 是养血通乳 对于生过孩子的女性 想要自己的身体健康 想要自己尽快的有奶水 那就要坚持吃花生 因为花生不但富含蛋白质 而且它所含的脂肪油也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很好地产生乳汁 而且通过吃花生就能够起到通乳养血的功效 那么吃花生到底是吃生的还是熟的呢 有啥区别 医生说出了大实话 原来我一直都吃错了 生花生与熟花生之间存在典型的差别与口感 生花生吃起来更加的清脆 口感奶香 而熟花生通过烹饪加工之后 大量的清香成分流失 呈现出主要的口感为调料辅助味 生花生通过手工性 机器采摘方法 保留了原先性营养价值 所含有的植物性蛋白成分高达36.9% 而熟的花生通过高温烹饪炒制之后 支撑大量的油脂成分 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总的来说 吃生花生和吃熟花生各有千秋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全面的营养 可以选择吃生花生 建议在早晨起床空腹 吃一小把即可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加丰富的口味 更容易消化的食物 可以选择吃熟的花生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都要适量的食用 保持营养均衡 熟花生建议水煮或蒸着吃 盛处泡着吃都可以 但是就不建议吃炒花生了 炒花生火气大 容易上火 而且它的热量也很大 容易导致肥胖 医生提醒吃花生时若不注意以下四个细节 不仅不养生 反而会伤生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没想到之前我一直都吃错了 第一 油性肤质的人不宜多吃花生 花生当中的油脂含量很高 所以说能够在其中砸出花生油 如果是油性皮肤的人 那么就不要吃太多花生了 因为吃太多会导致体内摄入过多的油脂 过多的油脂在体内无法代谢 会转换成脂肪 体内堆积过多的脂肪 不仅让皮肤看上去油腻腻的 而且还会导致肋脂肪堆积 导致肥胖 二 不吃发苦的花生 当花生出现发苦 不管你在炒制的过程中 让它发苦 还是本身发霉让它发苦 或者是本身就存在的苦味 那么这样的花生一定不要去尝试 不要再吃 正常的花生口感鲜甜 非常的好吃 出现苦味的花生 大概率是已经变质 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有害物质 还取煤毒素 吃的时候随时会进入我们的体中 身体会出现危险 三 尽量不要选择油炸花生 这样的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成分 一旦使用过多 容易导致血管中的血液连稠增加 从而加重血脂过高的现象 而且会使血管壁承受压力巨大 从而影响血压值的稳定 对身体肥胖的人来说 如果选择吃油炸花生 或者是花生类甜品 就容易导致 摄入体内过多的脂肪和糖内 导致体内热量超边 会加重肥胖的现象 是一次性不能吃太多 成年人每天吃花生的量 控制在10至25克即可 约等于一小把的花生米 因为花生中油脂含量高 吃多了会引发肥胖 值得注意的是 患有胆囊炎以及慢性胃病 糖尿病以及痛风的患者 就不要再去吃花生了 儿童吃花生时 必须有家长看护 不能一边吃一边打闹 不然会让花生呛入气管 会导致有生命危险 这些您都了解了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